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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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我是Alan 其實我覺得香港人 穿衣服這回事 要求真是頗高 可能外出時會見到很多不同風格 工裝、街風格、什麼風格都有 除了外國進口的品牌外 香港本地設計的品牌 都相當受歡迎 所以我們今天Joy Talk 會帶大家來到一個 香港本土設計的品牌 去看看 他們的Studio是怎樣的 所以我們現在 一起去看看 在我身邊這位 就是香港時裝品牌的 YMDH的老闆 Jason Jason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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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先問你 第一個問題 最基本的問題 想問問為何 YMDH會叫做YMDH 有什麼意思 YMDH對於我來說 這四個英文字幕 有很大的可能性 有很多不同的組合 就是YMDH是代表YMDH YMDH是代表YMDH 它的設計和HAPPINESS 其實 最簡單的 就是YMDH 以前對YMDH的品牌來說 就是要令爸爸開心 就是做一些快樂的東西 例如設計 我們就嘗試用設計 來講故事 來講回我們日常的事情 以及一些想法 然後就要用那種 依復的角度的孤單 即是都是關於你平時 自己生活上 日常生活 發生的事情 對 明白嗎 我想問問 YMDH一直以來的發展 路程是怎樣 你何時開始建立這件事 YMDH其實 由我讀設計前 已經有這個理念在這裡 但是沒有演繹出來 到我大畢業的時候 我參加了香港 另一個時裝設計的比賽 名為YDC 那一年我就贏了一個獎 之後跟香港的另一個時裝品牌 名為Crossover 做了一個 accessory的系列 有鞋子有袋子 之後 我覺得幾好 我和我老婆有小朋友 她小朋友就出生了 我就 把心說不如成立一個牌子 就好像我另一個小朋友 再演繹一下 我希望這個牌子令我開心 所以就是要令爸爸開心 我就是一個品牌的爸爸 應該是我整個品牌 一直到以來發展的歷史 其實已經在讀書讀 Fashion Design之前 已經開始有這個料理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逛街買衣服 那時候中學的時候 就很有一個習慣 那我就想 那時候 那時候好像是搞的 那樣做一個牌子 那時候自己做一些策略產品 然後就沒有賣 但是到讀完大學 一邊讀的時候 就因應有興趣 我讀回時裝 就很順理成長 讀時裝 然後就不完業 然後就做回自己的品牌 那當中我都有幫其他公司 還有其他的設計 一邊做一邊學習 就跟這個品牌一起成長 之前做的那些策略產品 都是小時候 我會把T恤給自己 就算找一些廠商 去做一件 那時候都不會畫畫 什麼都沒有 所以是想做一些東西給自己 到現在為止 都是理念得多明白 都是真的 做一些起碼我會穿的衣服 一些應該有人會欣賞的服飾 都是一些 我看到你都是喜歡做一些 over-size的東西 大件 很大件 是的 我們的品牌的理念 就是有很多 圍繞一些 local culture 本地文化 因為我們的產品 全部都是Main in Hong Kong 我們就是將很多生活化建的東西 融入設計 不論是衣服 袋子 配飾 就用設計 很多情緣出來 組合成一個collection 你也有說 剛才說 會想做一些平時生活上 會看到的東西 你的inspiration 通常你的靈感 會在什麼角度 會呈現在你自己眼睛 如何去閱讀這個靈感 如何去閱讀這個靈感 我很多時都是圍繞我日常的生活 好像跟我小朋友在一起的生活 有很多時都不需要啟發 玩玩玩具很小的東西 但有思考一下 其實都可以變成創作的靈感 JOTA 我們一個比較有趣的產品 MADONNA Mask Bag 因為我那時很喜歡吃MADONNA 我經常買了外賣 之後我就決定做一個袋 它可以變成一個袋子 一個頭罩、一個棉粒 充滿更換味的產品 它就有很多惡搞的元素 通常都是想用這個換味的風格 但日常生活上又可以應用得到的 因為始終服裝都要穿得出街 但我們只是記多一個新的意義 在上面 希望有趣一點的服飾 我真的不是準備衣服 但有很多玩法 令一些價值大一點 希望背後有些工藝 有東西在背後 我們純粹就是用衣服去說故事 我們純粹就是用衣服去說故事 其實一直發展 其實MADONNA是這麼多季 我覺得好像一個章節 每一個護士都連接著 慢慢慢慢發展到寫書 但其實它都是一直是我們的想法 我們的反思 然後我們就用衣服 這些畫面表達出來 穿上身 即是可能自我 才是當作本土的藍化 例如可以有些什麼元素 可以在衣服中看到 可以請出來 可以 這件挺有趣的 這件是我們一代中士 一代 這件衣服是一個袋 所以是比較有少許 這是一個持繡 一個袋 一代 還有它打直體也是一個一字 所以它打橫打直 也是一個阿拉伯的一 這是一個中國的一字 所以那時候 好像一代中士的電影出來 就是那時候 喜歡玩一些抽水 有一些破舊立新的感覺 我們將一些很傳統的文化 一些舊的元素 但是將它新演繹的手法出來 這個是我們之前的幾有趣的 我們這個 YMDHRs 即是我們那時候 因為從小朋友經常走 用到快樂城 那時候那個就 I don't wanna grow up 我就直接用這個 這個元素 就變成我們 我一季的整個collection 就是我們不想長大 當然背後是有一個更深層的 理念在後面的 所以就出了一個YMDHRs 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在YMDH 我們是一份子 希望好像一個理念 一個精神 灌出YMDHRs 所有人都可以在YMDH YMDHRs是精神 而且也看到你會和現在社會上發生的事情 會同步這個時間 對 對 很當下 好像我們本在當下 所以很多時候都是 那一刻刺激到我們的時候 就變成我們的靈感去做 就是突然之間 那一刻叮一聲 對 其實香港一直都很實際 每件事都說錢 你覺得錢這方面 會不會令你覺得很煩惱 錢一定是很煩惱的 對於所有人來說 但是在香港搞時裝 是相對的 我覺得都是很難的 一來除了去 我們保持在本土製作 然後吃到一些刀 是搞時裝 其實好像是一個教育 就是教育人的品味 你要去接受 或者願意花錢去買這件事 就是一個 要慢慢去教育他們 那所以 是條路是難行 但是都是保持著去做 其實最難 就是要想會交租 就是要怎樣去做 下一回合的生產 下一季究竟夠不夠錢 去做這個製作 都是難的 但是就是 我們都保持著去做 少有少做 也有多做 希望都保持著去做創作 盡量去到收支平衡 對 至少要營運 也要吃飯 所以就是最低要求 所以我們 這樣就希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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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 其實我想問一下 有沒有一些發生過的事情 令你覺得氣旅的事情 反而會令你更加去給你更加努力的經驗 其實放棄很多時候都有這種年頭 因為始終要的時間和錢都花費很多 但有時都很想放棄的時候 反而再想起為什麼這麼辛苦都很想搞什麼 其實都是一個鼓勵 因為始終做了一個商業 還有家庭都是一個動力 希望可以透過人家的創作 養活到自己的問題和家庭 看動力都會變成 所以最主要的支持你 就是你家庭 改變都大的 最大影響就是我們出不了國 就是我們運到香港 很多OVERSEE的Show都參加不到 但是有趣之處是 工作上其實有影響 是有的 但是未說是很大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都已經在家工作 反而是有好奇一些人回到OVERSEE的時候的感覺 即是他們可能是這個生活 或者這個工作模式 其實一向都有存在 但只是它不是主流 反而我很多身邊的朋友 本身回到OVERSEE變成一份工作 他們反而又不習慣 但我覺得這個模式可能 對我們又不是特別大影響 反而是多了時間 可能和家人一起 就再多一點 因為可能廠停 我們就被迫她停下 那就學習到如何 工作和生活就更加連在一起 就希望好像品牌的家 就和時裝的所有東西掛勾 就好像是一個新的生活方式 可能被迫慢下的時候 你所有想的事情 還有這個發現 確實可以說是做了另外一個生活方式 整個社會好像不同了 所以其實一個另類或者另外非主流的方式 其實可能已經變成一個主流 所以我們對於有好有不好 生意上 但其實我覺得對全球的人 都是一個新的啟發 即是一個新的生活 是的 最新的季 即是時一 其實好像一個新的章節 新年代 一個新世界 即是我們希望做些 再破個框框多一點點的事情 希望將時裝這件事走 那個 即是 以前很多人都說這個性別的界限 已經好像很忙 我現在想推另外一些事情 就希望時裝這件事的介紹 我們再問這個 是甚麼呢 設計這件事 我們就想好像將設計藝術這些掛勾多些 跟我們品牌 即我們品牌單止只是做衣服 他想做的事情 其實都是更大的 可能涉及到一些藝術層面的工作 就好像最開始說 對我來說 是一個夢工場 它是一個 去想幾大 就可以去到幾大 所以我就希望 接下來多些更新 除了做衣服 有些新的挑戰 還有一些展覽 可以托勒多一點 會跟甚麼類型的事情 去掛勾 我們接下來會有 搞一個展覽 想和應我們最新的一季 我想嘗試在一個空間 創造一個我們所謂的 Wildage空間 一個New Space 一個Animate Place 我們連結了幾間不同的公司 創造公司 一起 基於這個主題 一個Unlimited的主題 去做他們的創作 在一個無限制的空間 去丟一些新的Ineas 希望好像一個Crossover 幾間不同的公司 去破他們本身定了的框架 然後再做一些他們未做過的事情 我覺得是一個 幾啟發聲的事情 我就希望可以做到一個 屬於我們一個無限制的空間 這個空間屬於我們 希望可以做多些 不單是做衣服 就希望做一些Crossover 不同的界別 或Party時的事情 就是時裝 多些東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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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介紹一下 今年一種新的系列嗎 這一件T恤是一個比較定番的款式 它看起來就好像很簡單 其實背後有很多deconstructions 一些tie dye的工藝在後面 你見到這個引花其實是一個比較signature的logo 這個是心字 我們有一點inspired by 食神的 鳥有一個心字那個 那是甚麼呢 它是心字 其實是表達一個開心的笑點 它就好像用心去創造的感覺 那我們特意紮了一個心的形狀 就relay 它這個字 好像寄了一個意思給它 它其實全部都是一些加蚊帶的 所以它是一個oversize 的cutting 還有它有一點點oriental的形狀 就是這些中式的cutting 都是我們用標誌性的設計 我們希望這件T恤 本來不是這麼簡單的graph 其實背後也有很多意思 一些工藝在後面 所以希望我們可以獲得這個 message 將這個組織加入T恤裡面 對呀 其實就是希望將T恤都不可以 就是不是這麼簡單的 其實我們希望寄予到很多設計的感覺給它 就希望就好像之前說過 教育別人去欣賞一件衣服 就這樣穿上去 其實會有很多寄予的意思 不如介紹一下這個 麥當勞加麥當娜的紙袋 這個產品是我們一個挺有趣的作品 其實這個M字 因為我們品牌Wine Ditch 所以我們新增了M字 這個Wine Ditch美腿 所以它就像穿高跟鞋一樣 M字叫麥當勞 麥當勞和麥當勞 其實那些是很本地的物品 所以我們嘗試將它融合 為什麼它會變成麥當勞呢 因為其實它很像一個麥當勞的紙袋 其實它就寄了很多物料 它可以寄成一個面罩去玩 還有它裡面有一個索繩的設計 所以它就像一個外國人 所以它就是一個 麥當勞和麥當勞 它就看起來好像一個很普通的紙袋 但我們嘗試去令它 寄了很多功能 像一個同用法 FREE WAYS 可以鎖 可以搖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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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是我們各地的有趣的作品 這個就是Original 又有黑色 慢慢會有不同的變變 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有趣的作品 可以搖擺 麥當勞和多勞 這些生活化抽水的設計 為何是虎不過三代呢 用這個inspiration呢 其實我們牌子除了做三代 我們也玩很多關於文化的書法 這些藝術的作品 這個虎不過三代其實 是取代自中國的一句話 即是虎不過三代 我們就把概念改一改 變成牛仔褲 食字 食字褲 不超過三個袋 這個是我們其中一款褲的名字 它是一條五袋牛仔 但是它就變成一個不超過三個袋的設計 我們牌子很多時候都是香港製造的 所以你看到這些售花 這些洗水 造工上 我們都可以保留在香港製造 這個是我們另外一季的一個布藝 我們叫它做 我們就在牛仔褲上 用military的積帶 寫Respect 希望 叫人尊重的一個意思 因為我們很多牌子 是一個Sweetwear 街牌 Respect 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把它寫出來 希望變成一些畫作 這樣去傳 即是都是一個自己的art piece 對 是一件衣服 就是這樣 當它是一個表達一個message 就是好像 人家畫畫 我畫畫不聰明 那我就會用車房 或者用布 用一些做衣服的方法去表達 去做那些畫作 用布 製造 製造 暴動 洗水的工藝 去做這些 那些工藝 製造 這些工藝 節目的話 就記得要Follow Like 和Subscribe 我們的Quadmine回看 Bye Bye 下次見